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像一朵鲜花,无论遇到多少风雨,她都会坚持向前。 迪丽热巴,这位新生代女星,一直在不断地挑战自我,不断地审视自己,走向新的高度。 她曾经是一名模特,靠着她的美貌和气质,成功地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。 但是,她并没有因此而满足,一直在不停地探索自己的潜力。 她参加了很多电视剧的拍摄,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而且,她还主演过电影,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。 不仅如此,她的舞蹈才华也是令人惊叹。 她曾经参加过舞蹈比赛,获得了佳绩。 而且,在她的音乐作品中,也经常融入自己的舞蹈才华,展现了自己更加全面的艺术面貌。 但是,迪丽热巴并没有因为她所拥有的荣誉而自满。 她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潜力,追求自己更高的境界。 她的努力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,多次获得了重要奖项的提名和获奖。 这一切,都是因为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迪丽热巴就像一朵像羊的鲜花,无论遇到多少风雨,她都会坚持向前。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践行了一个真正的演员,不断挑战自己,不断创新,不断进步。 因此,她也成功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 人们不仅因为她的美丽而喜欢她,更因为她敢于挑战和超越自己的精神。 迪丽热巴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生代演员的美好前景,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憧憬。 无论将来的道路多么艰难,迪丽热巴都将继续敢于挑战自我,走向新的高度。 忘不了那天,迪丽热巴仍是一个带着些许青涩的意内人,却已经隐含梦想。 渴望一展自己的演艺才华。 在她的初次亮相舞台时,人们只能感叹她的美貌。 却未曾想到,人生旅程中属于她的灿烂光辉还在她身后。 或许正是这样的状态,迪丽热巴踏上了另一条不一样的路。 自此,这位来自新疆的姑娘一直在不断地挑战自我,审视自己,走向不一样的高度。 在青春的绚烂岁月中,她以最优秀的姿态展现生命的美好,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。 如今,迪丽热巴早已不再是那个令人惊艳的意内人。 而是一个精湛的演员,一个有着硬朗内心的女孩。 无论是琼瑶小说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彼岸花》这些大荧幕电影。 还是节目制作,迪丽热巴都留下了令人过目不忘,让人撑到不止的印记。 她的表演几乎是一种艺术的表达,洋溢着无限迷人的气息,仿佛拥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魔力。 坦率地说,成功并不是从远处走来,而是在放弃与坚持之间中间的一种平衡。 就像这位演员一样,她没有放弃,选择了挑战,走向了成功。 挑战自我需要的是创新,需要的是勤奋,还需要的是不断的努力。 而迪丽热巴,如今也成为了不断创新、勤奋努力、永不放弃的代名词。 走过荆棘满图的经历,走向赤城黄绿青蓝紫的梦想世界。 迪丽热巴用她的坚持与努力刻画了一幅属于自己的精彩画卷。 而这幅画卷,也许会一直在未来的岁月里发出起立的光芒。